今天做酸梅鸭胸 贪去淡淡肉 两块肉合起来就19元 是断根秤的 19元两块就是为9元左右 酸梅就3元两粒 都挺经济的 首先这些是雪藏东西,要解冻 先解冻 解冻,洗净 做些预备功夫 每个都是这样做的 在皮上 芥花 至于你说这些很肥,切不切了它,你自己喜欢 我不切了 有些人切一格格砖,我就这样切 刀越来越好 切一切就方便 这些皮的油 出出来 太肥也不太好 鸭油好像说挺有益的 世卫,世卫说的 鸭油挺有益的 你说不切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需要不需要腌它呢 这么厚的肉呢?我会选择腌它 腌它半个小时 加少许 加少许鹽腌 如果 没什么底味呢 一会觉得很淡 胡椒粉 稍后酸梅汁都挺浓烈的,不过 味道是不能入到肉的 所以有些咸味在肉里面就好 放它半个小时 接下来处理酸梅 这些不知是醋还是咸水呢 当然不要 撕了核出来 留下都没什么所谓 我免得家人不小心吞掉 因为刮鸟鸟 也很容易吞掉 炸鸟鸟 先煎鸟鸟 虽然鸟鸟出油 老天然都要放下几滴油 这边就是ifies 等下印尾了 你旁边的肥谷 皮裏煎多久都沒所謂 因為是皮 你喜歡脆就脆 喜歡不脆就不脆 脆就煎久一點 不脆就趕快煎 肉這邊我就打算煎 5分鐘左右 差不多調慢一點點火 讓它慢慢逼出油 嘩 多多油 如果真的有益 真的過來拌飯也不錯 好了 都煎了7分鐘 可以繼續煎 我這裡煎 那麼多油呢 我倒一些 煎的肉呢 真的調到慢慢地火 慢慢煎 煎了7分鐘 裡面都沒熟透的 這麼厚的東西 如果切開來都是有點紅紅的 我家人就不行的 見到紅紅的就會怕的 所以我會蓋一蓋 為什麼用錫紙呢 因為這個鍋沒有蓋 慢火 讓它的水蒸氣焗一焗 焗回去3-4分鐘左右 好了 舊東西有點收縮了 攤回去兩分鐘呢 我就會把它切片 好 先煎了醬汁 我會下一點點蠔油 放醬汁 放醬汁 因為酸味酸的 放糖 放水 舀一下 加多一點點糖 喜歡可以打個芡的用生粉 我算了,就這樣就算了 等了幾分鐘了,就切開看看 可能你會說,哎呀,太熟了 我覺得就適合了 好,做完醬汁 煮回滾它 這些可以得到很爛又可以 而且這樣又可以 最後都要試一試味 如果不夠甜,就真的要加點糖 好,煮回滾了 你看我的碟 多裝飾 為了拍照呢 先把道具拿去 是不是當堂 很有藝術感呢 對 嘗嘗這個 酸梅煎鴨 熟的了 爹又嘗嘗 這樣 爹 好吃 好吃 又沒骨 好吃 鴨啊 這樣炆 好 這些是純粹煎,就沒有炆軟 夠不夠軟呢 應該差一點 對 我咬到 哎呀,好吃 這個 炆鴨 好吃 開胃啊 它用酸梅用得好 入口好吃 想吃完想再吃 哈哈 爹味道如何 爹 這個酸梅挺好 適合味 哎呀,還有想吃嗎 太少了,多做一碟 我旁邊有一碟 在這裡 有,當然 這碟拍照 我都試一下鴨胸 這個味道 下了 酸梅醬 真棒 聰明 真的棒 下了 多點酸梅更棒 不行 太酸 你的味道是甚麼 一樣 你做醬汁吧 不要浪費醬汁 是最重要的醬汁 幸好鴨胸不太酥 雪藏鴨胸很酥 醬汁也混了 好油 有醬汁也好酥 多一點酸 如果有改善空間 我覺得 應該買一把膩一點的刀 切薄一點 咬下去的感覺會好一點 現在都是有些 要用力的 皮跟預計當中都是韌韌的 都是一個不錯的菜式 三胸就成本貴一點 九元一隻 一塊 九元兩塊 十幾元 做一個就 十幾元 用一粒才不會有兩粒 兩粒 三粒最好 兩牛鴨胸用三粒 那就最標準 我覺得應該用一粒半的 一粒 三粒 一粒 二粒 一粒 一粒 雞 二粒 我